继续把镜头转向日本看看好吃的 日本料理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不过要做到真正的文明国际恐怕并不多 这家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日本餐厅 曾经被纽约时报评选为全球十大餐厅 它的伦敦分店还曾经得到过米其林一新的评价 它的名字叫做Nobu 这家餐厅的主厨松九信信 大胆地结合了东西方的食材还有料理的方式 做成崭新的菜色 在国际美食圈打响了名号 坐在富有东方意象的摩登空间里 享用精致可口的佳肴 这里是Nobu全世界文明的高档日式餐厅 从纽约到伦敦 从LA到米兰 17家分店遍布全球 靠的是Nobu名厨松九信信 独一无二的好手艺 当你考虑在世界上的大大餐厅 在世界上的大大餐厅 你真的必须想想要Nobu 在红尼厅上的大餐厅 我们也要试用 我还没有知道这个味道 松九是公认顶级的寿司师傅 握寿司的功力远近驰名 除了传统的日本料理 他还擅长结合东西食材 研發和洋口味的創意菜 向他為了香港的興奮店 親自到當地的傳統市場採購 這是一種雞肉的薄 簡易剛才的雞肉 好像很少吃了 這裡的雞肉 來吧 但是這是什麼 都是蔥子的 這是不是嗎? 即使大師親自下廚 也未必都能成功 但松九的名氣早就陽明國際 他的農務餐廳 吸引無數鎮商名流前來嘗鮮 包括現任總統 大師級導演 和國際巨星 還有人主動提議合作 我認識了農務餐廳 我認識了約15年 我去拍攝影師朋友 帶我去Matsuhisa 我只要半個小時 我認為這會很棒 94年松九和演員勞勃迪尼洛合 開了紐約NOBOO分店 壽司大師加上明星的光環 讓餐廳一炮而紅 松九1949年出生在日本棋域縣 幼年喪婦由母親一手帶大 也繼承了媽媽的好手藝 高中畢業後 她進入壽司店做學徒 經常造訪東京的魚市場 我第一次買了刺身刺身刺身 我還以為他有本來的刺身刺 我年輕時他年輕 現在沒有刺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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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喜愛旅遊和異國美食 松九結婚後 搬到南美中的秘魯居住 開始習慣用當地食材 參考本地人如何做菜 當東洋手藝遇上西方口味 造就了松九獨特的和洋料理 四年後帶著一身本領 他來到美國開店 沒想到開幕不到兩個月 就遭遇重大挫折 說真的 lasers爆炸 妳說 它跟不有抓 inspires 不 Prefer用 你小做好 不要太成這樣 我已經可以看到燒子 超火 兒 祂ioni abra睡 小椅 White 就很威嚇 小 shout 它是救了我的生命 松九花了八年时间长情债务 87年东山再起 在LA比佛利山庄 开了第一家no-bo餐厅 从此一帆风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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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感谢 很高兴 很高兴 小小的店面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松九常来跟顾客聊天 搏感情 他还特别将老顾客的身影 画在墙上 这个是多少 差不多20岁 所以20岁就会在墙上 每个星期 他们最后来的 靠着诚恳活泼的交际手腕 还一口不狠轮转的英文 松九成功打开了美国市场 如今除了香港的no-bo 松九更衣锦还乡 跟劳伯迪尼洛联手打造 东京的分店拓展亚洲市场 苦尽甘来 现在的松九感到很满足 当我回家 可能我会哭 所以我很幸运 在三天 它是珍贼 是珍贼 是珍贼